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聊到之前的故事 向左和郭碧婷是在节目当中认识的 尽管两人都是公众人物 但是也因此彼此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公布在大众人下的 双方也不能够了解到 向左先开口说起自己的往事 其实表示是16岁的时候才拥有了现在的向左这个名字 郭碧婷继续静静地听向左讲述 向左表示16岁之前自己的名字都不叫向左 因为名字关系着人一生的运气 所以向他希望他和弟弟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前途和人士 向左还说他以前的名字叫做向展平 弟弟叫展凡 寓意就是平凡的一生 而且他和向左两个人之前的名字是反着的 后来才改过来 不然的话他就叫向右了 在之前向左和弟弟的名字组合起来还有着平凡的意思 坐在演播室的众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还很可爱的 许多明星都有着改名字的行为 有着改个合适的名字就能帮助自己的发展 例如白百合在成名之前叫做白雪 刘浩然之前的名字叫做刘远 虽然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也和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向左还表示自己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向右 听过名字这样的折腾来折腾去的经历 郭碧婷听过之后的反应是拖着塞 一脸深情的认真看着向左说道 还是向左好听 果然是自己深爱的男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帅的 无论是什么名字 现在的就是最好的 真是沉浸在爱恋当中的男女 对方的都是最好的 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两个人一起去到宠物所 医用劳动 预告当中表示两个人有冲突 面对这样的情景 郭碧婷的父亲表示 看向左能够体贴多久 看起来郭爸是担心女儿 但是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向左表示如果和郭碧婷没有孩子 不知道几年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虽然向左才30多岁 但是由于常年习武 向左实际上的身体年龄已经很大 换句话说 要孩子的事情越早越好 或许这也是两个人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的原因 刚刚好遇上心意的另一半 在这么多期的节目当中 虽然两个人有小摩擦 但是彼此最终都能够体谅和谅解 不期不易 愿两个人慢慢学习 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今天小师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娱乐资讯 或者明星的八卦新闻 记得在视频以下帮留言 小师姐会第一时间为你呈现哦